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也是第一次实施那个无薪假 李先生是受害者之一 当时李先生正好兴起转行的念头 对农业有些兴趣的他 经朋友介绍下开始养猪 还记得李先生第一次买了50头的黑母猪 回来当种猪 当初一头母猪要一万两千元 他把大半的积蓄全投资了下去 农业对我来讲 其实这一路走来都非常的不容易 我记得我种猪买进来 连飼料都跟谁买 我就开始都不知道的状况之下 就开始养猪了 平埔黑猪是早期生长在台湾的品种 因随着鲜明迁徙与外来品种混血 目前已很少见 因他的命运和平埔族汉化消失力成雷同 因此取名平埔黑猪 平埔黑猪具有黑猪肉质鲜美 油花分布均匀的特性 足以和世界各国特色猪中比尼 是一只具有竞争力和保存价值的本土黑猪 105年5月当选第三届百大青农 并接受农委会辅导 那一路上来也沉蒙很多人的帮忙以及帮助 才慢慢的有一些雏形出来 那在今年也得到平东县政府的一些协助 然后取得老屋那个活化的计划 然后取得一个店面 那这个店面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来推广我们台湾原生种黑猪 平埔黑猪的一个肉质品 那因为这几年来 我们在平埔黑猪的媒体的曝光度 以及推广上面已经有一点点的一个萌芽 所以一般的消费者 包含餐厅还有其他的通路 也有陆续在跟我们做接洽 那今年就刚好有这个机会 然后取得这样的店面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消费者 以及餐厅还有一些通路呢 也有更好的一个销售的据点 那经过了这一些时间的历练 然后李先生他后来跟我们接住之后 他在105年的12月 他进驻了续产试验所的创新育程中心 那进驻的时候 我们有两位辅导专家 那一位是我一位是陈玉信先生 然后帮他做一些 他辅导他所需要 未来平埔黑猪命名 所需要的一些相关的研究呢 我们两位结合了台大王备华教授 结合了平科大侯少宇教授 这边等等 我们形成一个团队 帮他进行繁殖跟生长资料 以及等等其他分身资料的一个收集 在养猪的第二年 也就是一百年的时候 一百年的时候和王老师接触 那他刚好也在做这方面黑猪的研究 那因缘巧合跟他接触之后 因为我自己本身做的一些资料的收集也很多 那他觉得黑猪 应该他有一个原本的样貌 我们就让他配合去做所谓的基因的筛检 然后去厘清台湾猪 它本身应该有的一些特定的一个基因的标志 那也就这样子 我们就陆陆续续一直在每一批猪的身上 去做抽血 然后去验DNA 然后去找出我们台湾猪该有的一个基因序列 然后去平行展开 也才会有今天平谱黑猪 他慢慢的一个族群的一个形成 也很顺利的将我们台湾的黑猪呢 也可以到外销到香港去 从一个科技的达人 转而进来变成养猪的达人 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尤其在这十年的过程中 他就可以把一个 他原本对猪不了解的一个人 然后变成可以把台湾的黑猪 出口到香港 那我想这个过程 一定是都是他自己非常的努力 虽然做育种的过程中 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路 但是他没有 他不放弃 而且他会积极的寻求 餐、观、学的合作机会 所以我们提供给他很多的协助跟资源 那在公租的经历品质的分析里面 那我们也相当地帮忙他们 做一个命名之前的经历性专业分析 那相对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经历的性专分析下来以后 我们可以帮忙他说 他往后的一个在他场内的一个繁殖的话 会更加的顺利 那后续的话 我们可能还有蛮多的希望 继续在做进行的一个分析 来提升整个平补黑猪的整个的一个繁殖 繁殖性能 所以我觉得养猪不是只有 大家所想象的就是 养猪就是比较弱势的一个产业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么年轻的凯模在这边 然后有实体店面的展开 那甚至现在也直接跟消费者面对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回馈 他可以把他的肉制品呈现给消费者 消费者会给他最直接的回馈 你的猪肉好不好吃 你的猪肉是不是太油太瘦等等 这样的一个回馈会再促进他在育种端的努力 那我们也会继续协助他把平补黑猪命名 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能够顺利的展示他 李荣初先生有一位科技行轨 在续产试验所辅导之下 转行为养猪达人 甚至将活猪外销至香港 这是对他认真追求猪肢饲养管理的肯定 但这并不是转行养猪的结束 而是另一段的开始 完成平补黑猪命名物种 更是他开始的下一个目标 继续他将平补黑猪推广至国际的使命 联 changes3170年 belie 联赚旗議 testosterone 到什么都看那么 Besold 快乐 他们适得回怀 点怎么消灭 旅行政治